你过去的业障现在它升起了 你想修道 它给你做障碍 所以你心里不安 那你怎么办 你认识它了 安一安吧 当你这个时候 心不安的时候 不要打坐 也不要参产 做什么 读诵大成 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诵大成 第二个好的方法 磕头 礼拜 以动制动 当你心里不安的时候 烦恼来了 这是动态 依着动态的法门 或者拜 读诵大成来降服它 这时候你还去打坐 容易入魔 烦恼越来越重 读诵大成就减少了 再不出坡 劳动 劳动 有意义的才劳动 出坡干什么 搬砖运瓦 过去晋朝时候有个闲人讨侃 他一天早晨起来 就搬一百块砖搬到外头去了 晚上回来 他又把一百块砖搬进来了 别人看见他跟疯子一样 什么是没有 就搬进来搬出去 有个人这样问我 他说 干什么 我说 他断烦恼 这叫断烦恼的方法 我们不必来搬砖 你烦恼来了 爬带裸顶 或者一步一个头刻上去 或者朝五个台 朝完了 业障也消了 烦恼也好了 你就安定了 佛跟我们说的法门很多很多 得看你是什么烦恼 过去大善知识 你一请他 他就知道 你应该怎样 用什么方法来对治你的烦恼 当你一用 把这段克服过去了 烦恼轻了 智慧就涨了 所谓智慧涨 烦恼轻 有了智慧了 就用智慧一照 他就不现行了 所以我们每天师父们 在这住了十年了 八年了 二十年了 为什么 磨炼 过去有这句俗话 不受磨 不成佛 这个磨不是磨障的磨 磨炼 磨炼你的心 我们这有些个老道友 看着很平平静静的 他经过一 二十年 在佛门中磨炼 不容易 我出家七十八年了 还有两年就八十年了 我感觉到磨炼的还不行 现在就是业障发现了 腿也不听使欢 手脚都不听使欢 病吧 没病啊 没病 他就指挥不动 没有以前灵活 我就给定为我自己的业障发现 那业障发现怎么消 头几天 我刚把五个台炒完了 怎么消 炒台啊 自己消不了 消不了怎么办 请文殊菩萨帮着消 到台顶上白白 特别拜中台说法台 你看 文殊菩萨在那说法 你去听听法吧 或者你跟我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还业障障住了 没有业障你就发现了 文殊菩萨在中台说法不停的了 我这回朝中台 我回想起如锐法师带着我们道友那回全四爬中台 爬得大家那个汗流 晚上到什么时候才都回来 我们是走上去的 可没有坐车 走上去的 走上去 走回来 我们陆陆续续的回来 夜间十点多钟才有回来 干什么 咱们疯了 不是的 消业障 如果大家感觉业障还没消了 那不能单独行动 你在家里头拜佛可以 乃至念文殊师利菩萨也可以 我来购iling 我来购iling 一个人陆续的回来 顺利菩萨